云南北宜亚洲象群24号继续在玉溪市的鹅山县富粮鹏乡附近活动 象群23号晚间一度是进入到村庄 所以专家希望透过加大投喂量来引导象群可以向南移动 云南北宜亚洲象群22号晚到23号晚总体持续向南迁移15公里 象群23号晚进入了鹅山县富粮鹏乡附近一个村庄 但没有打扰农户 而是直接走到了指导组准备好的投喂点开吃 专家随后搜集象群留下的粪便进行基因检测 希望了解当初象群离开栖息地的原因 象群之前身处的地点有他们爱吃的玉米和芭蕉 但这几天象群所到的地方大多种植辣椒和玫瑰花等作物 他们可能无法保护 因此专家组特意加大了投喂量 并希望引导象群向南走 玉溪市公安局无人机检测组则招派到象宝宝偶遇山鸡的一幕 象宝宝跟着头像沿着山路前行 这时候草丛中一只山鸡突然飞起 双方同样受惊 象群马上进入警戒状态 另一只大象迅速捕喂 把象宝宝护在身下 象群其后调整方向 进入更为隐蔽的树林中 而一头三月就离队的毒象继续在普尔宁尔县停留 进村十多天 毒象偶尔会搞点小破坏 踢踢农户里的窝棚 或直接走进玉米地里大块朵移 农户表示这头象很聪明 只吃大个儿的玉米 还没成熟的就一口不吃 当遇到田梗过高 它就会趴下慢慢匍匐进去 吃饱喝足了就在田地旁的鱼塘歇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看新闻就下载凤凰新闻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